第551章 陨落星炎提前的暴动 听得那道响彻在耳边的苍老鹤声 硝烟略微一正 旋即也是猛地从石台上坐起了身子 飞快地将火金卡从凹槽上取出 心中惊愕地喃喃道 怎么了 塔内能量变得暴躁了许多 想必应该是陨落星炎的缘故 要老的声音 带着些许惊喜 在硝烟心中响起 陨落星炎 闻言 硝烟顿时愣然 错愕地在心中道 不是说 至少也还有几月时间吗 难道暴动时间提前了 看这情况 还未彻底爆发 现在应该只是陨落星炎的一些稍大的翻腾吧 要老笑了笑 道 不过看着翻腾镜 便是能够确定我所说不假 多则半年 少则两三月 这天坟练弃气塔中的陨落星炎 就将会彻底地暴动 而到时候 我们夺取陨落星炎的机会 或许就得来了 微微点了点头 硝烟心头也是 悄然变得滚烫了许多 不过此时并非想这事的时候 现在塔中暴动的能量 已经不再适合修炼 所以还是尽快离开吧 不然的话 万一出现个什么其他事故 把他也给卷了进去 那可就有些令人无语了 从石台上月下 迅速地冲出这一号修炼室 一出房门 顿时一股暴躁的炽热能量迎面扑来 让得硝烟脸旁有种火辣辣的疼 此时的走廊 略有些混乱 一些修炼室不断地被打开 玄机一个个满脸茫然的学员 从中窜出 然后互相对望 眉头皆是紧皱着 这种情况 可还是他们第一次遇见 嘿 硝烟 你没事吧 在硝烟刚刚出来后不久 不远处的九号修炼室 便也是跟着打开 林燕犹如猴子般灵活地窜出 目光四处一望 当瞧的硝烟时 连忙喊道 没事 冲着窜到身旁的林燕笑了笑 硝烟摇着头道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以前天坟练气塔 可从来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的 林燕烧了烧头 有些疑惑得道 硝烟微微摇头 却是忽然转过头来 曝光头向走廊镜头 那漆黑大铁门之后 此刻 他能够感受到 自己体内清廉地星火 在急速跳动 火焰跳动间 一缕缕清火 却是突然地涌上硝烟眼睛 瞬时间 一对漆黑毛子 便是化为了一对清火双眼 清火涌上 硝烟便是感觉到 眼睛泛起了一股温热感觉 旋即 他便是惊异地发现 那铁门之后的黑暗 竟然是在这对清火眼瞳之下 逐渐地消散 于是 那黑暗深处的一些动静 也是出现在了消炎视野之中 那是一片扭曲的空间 空间中 无形的火焰 犹如精灵一般 疯狂地蠕动着 猛然间 有着极为奇异的吼声响起 紧接着 无形火焰 犹如火山喷发一般 暴涌而出 直冲塔尖 小空间结界 疯 十几道低沉的苍老声音 在黑暗之中响起 紧接着 一股磅礴浩瀚的 雄魂能量涌现而出 最后在那片扭曲空间之上 形成一片色彩斑斓的光幕 无形火焰重重地碰撞在光幕之上 两者都是剧烈一颤 一圈圈足以令的一名大斗师 当场震死的强横能量涟漪 急速扩散而出 最后砸在四面漆黑的墙壁之上 缓缓地烟灭而散 光幕在无形火焰的冲撞下 表面犹如水波一般 不断地动荡着 可看似即将蹦碎的模样 却始终未曾真正地化为虚无能量 一时间 竟然与那极为恐怖的无形火焰 相僵持了下来 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们 大长老已经说了 让你们立刻离开塔中 怎还在拖延 就在硝烟为这两者间 极为凶悍地对碰 而目不转睛时 突然一道低鹤声响起 令得硝烟眼前一阵恍惚 眼中青色火焰瞬间消退 而那铁门之后 也是再度回归黑暗 任谁也看不清 里面的那种高强度抗衡 那无形火焰 应该便是陨落心眼本体了吧 威力果然恐怖 若是没有收到阻拦的话 恐怕这天坟炼气塔 都会被他给拆了 那光木 则是塔中长老联合结成的吧 真是变态 竟然能够强行封印陨落心眼 这等天地奇物的爆发 不过可惜 不能一直看见双方的比斗 不然的话 日后与陨落心眼接触 也好有些底 心中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消炎偏头 却是见到一名满脸急色的长老 站于走廊出口 对着他们这些 还停留在此的学员 历声喝道 林燕耸了耸肩 也没耍嘴皮 拉着消炎手臂 连忙对着外面走去 塔中能量越来越暴躁 待在这里 他总是有些觉得不安 有些不舍得看了铁门之后一眼 消炎也只得跟着林燕 快速地离开了这动静 越来越大的天坟炼气塔中 随着人流 消炎等人 也是涌出了天坟炼气塔 此时的塔门口 几乎是处于人山人海的状态之中 一片黑压压的人头 以及吵杂的喧闹声 令得刚刚从塔中出来的消炎 有种耳膜被战破的感觉 门口的这些人 明显也是从塔中跑出来的 因此 彼此间都是带着一点惊慌 与忐忑地谈论着先前塔中的变化 第一次在塔中经历这般变化 足以令得他们心中有些后怕 消炎并未 加入这些毫无意义的讨论 目光只是静静地望着 那破土而出的一大截塔间之上 或许是因为塔身上 所附加的一些封印缘故 因此一出塔门 那种能量暴动的感觉 便是淡化的难以察觉的地步 不过凭借着清廉地星火 与陨落星炎之间的某种牵引 消炎依然能够察觉到 此时的塔中 正在进行着极其激烈的封印 与反封印的冲撞 不知道内院的长老们 能否压制住陨落星炎这次的暴动 若是能的话 我或许还能有一些准备时间 若是不能的话 恐怕现在就得动手了 只是这仓促之下 怕是成功率并不会有多高 消炎紧皱着眉头 他自然是知道 若是一旦陨落星炎 冲破了天坟炼气塔 那么他便只能趁机出手 否则的话 这陨落星炎已经具备了灵质 一旦脱困 定然会自动潜伏 到时候他得到哪里再去寻找 放心吧 陨落星炎这次的暴动 并不算很强劲 况且内院的这些长老 也并非省油的灯 有那大长老主持 这陨落星炎想要突破封印 还有些困难 耀老笑着安慰着消炎那紧绷的心 听得耀老开口 消炎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走吧 消炎 待在这里也没用 长老们会解决这些事的 一旁 林燕忽然到 有一层空间封印包裹着天坟炼气塔 他自然是感觉不到其中的激烈交锋 因此并不想在此过多等待 消炎略微沉吟了一下 却是微微摇了摇头 如今他怎可能走得开 因此只能随意找了一口借口 搪塞了过去 瞧得消炎不愿走 林燕也只能无奈一笑 道 你想留在这里 那便留着吧 我得先回去了 嘿嘿 记住哦 四天之后便是强榜大赛开始的时候了 如果在比赛上遇见 你可别奢望我会留手哦 虽然此时心情紧张 可消炎依然是有些玩耳 冲着林燕笑了笑 望着他消失在人群中的背影后 方才再度转头 将注意力放在天坟炼气塔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些逗留在塔外的人 也是迅速减少 不久之后 原本的人山人海 便是变得空空荡荡 只有这消炎一人 还站在塔外的一棵树尖上 闭目感应着塔中激烈的令人 目瞪口呆的交锋 虽然借助着青莲的星火的支柱 消炎能够感应到塔内的能量动静 可也并不能如同先前在塔内一般 清楚地看见两者间的对碰 因此 当僵持在持续到天空西洋斜挂时 他终于是感应到塔中狂暴的能量 开始了逐渐地减弱 看来长老们取得了暂时的上风 感应着再度安静地陨落新年 消炎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有了内院内院长老的拖延 他便是能够腾出时间来 令得自己有着充分的准备 轻笑了一声 消炎放下悬在喉咙处的大石 转身就遇回盘门 然而其身体刚刚从树尖上转过 便是骤然僵硬了下来 目光惊愕地望着那悬浮在其面前 不远处的一位黑袍老者 老者一身黑袍 白须白发 毛子间清冷如刀锋 目光仅仅是在消炎身上一扫 便是令得其浑身毛孔 骤然紧缩了起来 而最令得消炎惊害的 此人居然正是上次 在深山被要老炼制的林丹所惊动 而来的那位老人 喉咙微微滚动了一下 消炎竭力地压制着 内心情绪的波动 在这等强者面前 情绪稍稍有些波动 便是会被察觉 因此 好片刻后 他方才那那地拱手道 这位长老 不知为何拦住学生 黑袍老者瞥了消炎一眼 目光中有着莫名的意味 半晌后 淡淡地开口道 刚才塔内的动静 你应该都看见和感应到了吧 第552章 大长老苏谦听到面前黑袍老者的问话 消炎心中顿时一凸 眼珠转了转 心中念头急忙转动着 如果回答真看见了 这老家伙 会不会为了保全秘密 干出杀人灭口的勾当 毕竟陨落心炎 对于内院的重要性 实在是太大了 因此 也难怪消炎会有这等想法 半空中气氛紧绷而压抑 消炎手心中满是汗水 面前的黑袍老者 给予他的压迫感 丝毫不比云兰宗的云山若 以他如今的实力 若是排除要老出手相助的缘故 恐怕人家随便挥挥手 就能将自己制服 思前想后 半赏之后 消炎终于是打定主意 咬死不能承认自己 看见了塔中的交锋 然而 就在这次 面前的黑袍老者 却是忽然再度淡淡开口 你应该便是消炎吧 据说一伙与一伙之间 都是有着极其模糊的牵引 我想 你能够感应到塔中的异状 应该也是你体内一伙的缘故吧 黑袍老者的话 顿时让的消炎一惊 不过旋即便是释然 他拥有一伙的事情 院中有着不少长老知道 但是让的消炎诧异的是 这位老者 居然能够猜测到一些端倪 而且 他这话 无疑也是早已知道 消炎已经感应到了塔内动静 望着前者那依然平静的苍老脸庞 消炎暗中松了一口气 还好 否认的话没有说出来 不然的话 可是有些被人察觉到 是做贼心虚了 的确感应到了一些 不过这天坟练气塔 似乎有着一层特殊的封印 到了塔外后 那感应便是变得极淡了下来 消炎小心翼翼地道 你不用紧张 我并未有问罪的意思 似是感受到了消炎心中的紧张 黑袍老者眼中 溢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对着他挥了挥手 道 只不过想要提醒你一下 塔中的事情 不要与外人提起 塔中之事 并不会传于第二人耳中 消炎连忙保证道 对于你 我倒是颇为熟悉 只是一直未曾有机会见面 如此年纪 便是能够掌控一伙 当真是令人羡慕 黑袍老者淡笑道 话语中的那抹艳线 倒是不假 一个陨落新年 便是令得内院 拥有了天坟练气塔 这种人才培养器 而面前的青年 却是独自拥有一种 这如何能不让人感叹 消炎甘笑了一声 却并未在这个话题上 多说什么 拱手拱声道 不知长老名讳 这内院之中的长老 实力大多都是窦王皆别 而面前的老人 实力却是远超他们 按照消炎猜测 若非不是 内院那位始终 不曾露面的院长之外 或许便是那神秘的 大长老了 我名苏谦 长老之首 一般他们都称呼我 为大长老 黑袍老者轻描淡写的道 果然 心中暗自嘀咕了一声 虽然早就有着预料 可面上依然有些 忍不住的微微动容 消炎小友 你或许也是能够 感受到塔中的一些变故 实话与你说吧 这里的确有着不小的麻烦 如今 我们上 还能镇压一时 可这却并非长久之效 所以 老夫希望小友能在日后 住上那院一臂之力 苏谦突然满脸正容 对着消炎沉声道 以诸位长老的实力 上还不能达到镇压之效 小子这小小的斗灵实力 又能有何作用 听得这苏谦话中 竟然有着想要让他出手的意思 消炎顿时满脸错愕 娜娜的道 可可 拥有一伙的你 可不能以寻常实力来估量 苏谦笑了笑 玄机道 你也不用害怕 究竟是否会让你出手帮忙 也还未敲定 只是想为日后出现的最坏情况 多找条路子而已 道时若你 也是无能为力的话 我自然是不会强求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消炎也唯有苦笑着点了点头 道 好吧 到时候 消炎定会尽力而为 呵呵 有你这句话 我倒是放心了 瞧得消炎苦笑的脸庞 苏谦一笑 添了一句 若是你真能镇压的话 我内愿也不会亏待你 所需何物 不管是功法 斗技 药方等等 都能让得你顺心满意 我想要陨落心眼 你能给我吗 心中嘀咕了一声 消炎面上 却是杨作惊喜的急忙点头 如今 塔中初步平静 不过还有着许多善后工作 便不与你多纠缠了 笑了笑 苏谦道 另外 距离强榜大赛 还有四天的时间 你可要努力点 若是能够进入前十 那对你好处可不小 前十的近视斗林巅峰 以我如今这出入斗林不久的实力 哪可能挤进去 消炎善孝道 狡猾的小家伙 别在我面前打迷糊眼 你实力如何 我再清楚不过 虽然想要打败柳琴等人 有不小的难度 但是真要拼起来 除了柳琴 林修衙 颜浩等屈指可数的几人外 恐怕那强榜中 其他人都难以与你抗衡 苏谦摇了摇头 朗声笑道 而且 这的确才进入斗林 每两个月时间 但是这短短时间中 便是直接窜到了 三星斗林的层次 这速度 就算是我 也是有些目瞪口呆啊 尴尬地笑了笑 萧炎心中却是暗惊 看来自己有着不少信息 在这老家伙手中 以他那毒辣的眼力 自己的实力底子 恐怕已经被他 猜到了七七八八 不然不会说出这种话来 况且 进入三星斗林 还是两天前 闭关中所发生的事情 没想到在苏谦面前 一眼便是被瞧出了 确切等级 小家伙 低调固然是好事 可也不要在 明白人面前装糊涂 老夫我在内院这么多年 什么天才怪才没见过 望着萧炎尴尬的模样 苏谦笑了笑 挥手道 好了 我也还有事 就不再耽误你的时间 记得 可一定要进入墙榜前十哦 还有 我们之间的约定 苍老脸庞上冲着萧炎 露出一抹笑容 苏谦那凭空悬浮在半空的身体 竟然便是诡异地逐渐变淡 片刻后 便是犹如鬼魅般 彻底地消失在了半空处 这等诡诀状况 令得萧炎皮肤有些发寒 在苏谦消失后片刻时间 萧炎方才如是重负地吐了一口气 松开紧握的手心 那湿润的汗水 让得他再度苦笑 这老头只是露面随便和他谈了一会 便是令得他这般如灵大敌 这两者间的差距 可当真是云泥之别 没想到这人实力竟然强横如斯 看起那般气势 恐怕连云山都是比不上 不愧是那院大长老啊 轻叹了一声 萧炎心中嘀咕道 大长老便已是这等强悍 真不知道 那神龙剑守不见尾的那院院长 实力又是何等的恐怖 这嘉南学院 果然是藏龙卧虎啊 心中这般感叹着 萧炎也是从树尖上跃下 然后在已经逐渐暗下来的夜色中 对着盘门飞奔而去 强榜 大赛 那院最激烈 最吸引人眼球 乃至是整个嘉南学院最高级别的比赛 那极为苛刻的参赛条件 几乎直接锁定了那院之中最杰出 最优秀的学员 能够在这种大赛上脱颖而出者 几乎无不是那人中龙凤 拥有着真正的经验天资 历代强榜大赛前使者 无不是在大路上 闯出了赫赫威名 最不济者 也至少也是以斗王之阶 称霸一方 不过 固然强榜大赛的参加条件极为苛刻 但这并不妨碍那院其他学员 对其的疯狂追捧 想想看 平日难得一见的强者 如今皆是齐聚一堂 在台上展开那令人畅快淋漓的火爆战斗 这等场面 对于其他学员的吸引力 丝毫不亚于饥渴了几年的男人 突然见到一个全身赤裸的美女 摆在面前的那种疯狂 因此 在距离这强榜大赛越加接近的时间中 内院之中的气氛也是逐渐高涨 每一处地方的话题 都是围绕在那大赛之上 并且 由于时间的破镜 强榜 之上后 30名的名次也是在不断地更换着 那些平日隐忍不发的家伙 皆是在此刻彻底地爆发 疯狂地冲击着 那在内院学员心中 拥有着极重含金量的强榜 不过不断内院如何翻腾 经过上一次的擂台应战 已经再没有人敢向萧炎发出挑战性 因此 在这最后的几天时间中 他竟然是 能够享受到极为稀罕的清闲时间 这倒是令得习惯时间紧迫的他 有些感到不太自在 四天时间 在内院无数人翘首等待间 终于是山山而至 第四日清晨 一缕成灰洒落而下 一道古老的钟银声 悄然地从内院深处响起 旋即扩散至整个内院之中 钟声响起的刹那 内院各处地锁 一味为面貌不同 但是却皆是拥有着强悍气势的学员 骤然间睁开紧闭双目 精忙夹杂着炽热战役 在那古老钟声中 急速高涨 一处房间中 盘腿坐于床榻之上的黑袍青年 也是逐渐睁开漆黑眼眸 手掌一晃 旋即一道庞大黑影闪现而出 最后被斜插在后背之上 宽大的齿身划过空气 带起呜呜破风声响 黑袍青年 轻轻拍了拍背后的重齿 微微扭头 目光投向窗外 感受着在这一刻 陡然间从内院各处升腾而起的 强横气势 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微笑 滚烫的战役 在胸膛中澎湃而起 前十名额 我硝烟预定一个 第553章 冤家路窄 中央广场 内院最为庞大的一处场地 平日这广场并不对外开放 唯有内院举办比赛时 方才会将之开启 而作为内院最劲爆的强榜大赛 举办地点自然是非此莫属 虽然这中央广场占地极广 但是在今日 却依然是被无数黑压压的人头所占满 放眼望去 熙熙攘攘的人群 带着喧哗声 四处扩散 最后汇聚成一股 直冲云霄 当硝烟一大群人来到此处时 望着那被挤得极为严实的人墙 皆是有些错愕 不过好在参赛选手有着特殊的通道 而借助着硝烟的光 薛儿等人也是免去了那拥挤的麻烦 直接从那被导师把守的特殊通道中 进入到了场中一处视线颇为不错的高台上 站在高台上 目光对着下方扫去 只见得那宽敞的场地中 极为整齐地被分割成五个台子 显然 这应该便是此次的比赛场地 硝烟靠着栏杆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整个广场 听得那些由下方普通看台上响起的阵阵喧哗声 眼眸深处 略微火热了一下 这场比赛几乎便是象征着内院中最为杰出的一批学员间的交锋 作为从大陆各处汇聚而来的天才 这些参赛者 哪个不是心高气傲之辈 想要从这个竞争力不弱的大赛中脱颖而出 没有一点底子的话 恐怕只会成为别人向上的踏脚石 笑颜哥哥 这场大赛 可比当初那内院选拔赛水平高多了 一旁的轩 手臂撑着栏杆 胶躯在轻衣的包裹下 延伸出胶好的曲线 他偏过头来 冲着硝烟笑盈盈地道 硝烟点了点头 懒懒地伸了一个懒腰 随意地道 这内院本来就是天才云集之地 能够在这天才成堆的地方 进入前五十名 自然是没有拥手 这次大赛 就算是我 也得全力以赴 不然的话 怕想要进入前十 还真有些不太可能 硝烟哥哥一定行的 浅浅一笑 那张青雅美丽的小脸 却是有着比硝烟自己都还要浓烈的行星 行不行倒是还不敢肯定 不过狮子薄吐 上市全力 如今面对着一群 与自己实力相差不多的对手 我自然是要竭尽全力 硝烟笑了笑 玄机撇着轩 道 不过你若是想的话 进入墙榜 应该并不困难 若是施展全部手段的话 我想恐怕都能与柳琴等人相抗衡 轩而微笑不语 在他面前 他很少显露自己的实力 但若真是有些因此而小觑他的话 怕是会付出不小的代价 这个妮子的神秘 乃至底牌隐藏程度 即使是硝烟 也是比之不上 他有实力却不上 真是浪费机会 身后的吴浩撇了撇嘴 很是有些痛心的道 放弃这等与强者战斗的机会 在他眼中 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听说你在两天前 也是躋身进入了强榜 硝烟斜撇了吴浩一眼 这个家伙虽说实力停步在 大斗师巅峰的级别 但若真是彻底施展开的话 硝烟明白 就算是寻常的一二星斗灵 也并不可能轻易将之击败 嘿嘿 41名 大赛开始就遇见 吴浩黑黑笑道 脸庞上倒是盈盈有着一些得意 进入内院仅仅半年时间 便是直接进入强榜 虽然这名次并不算高 但这等成就 已经能够算作是极为拔尖的了 当然 这与硝烟相比 自然是有些差距 但是吴浩本人 却是已经极为满足 毕竟为了得到这个名次 他不知道付出了多少艰辛汗水 微微点了点头 硝烟心中也是有些惊叹 这个家伙的天赋的确不凡 若是自己没有天火三悬变 以及各种丹药的协助 恐怕如今所取得的成就 也并不会高吴浩多少 与吴浩再度交谈了一会 硝烟也就不在这个话题上继续纠缠 转过头 目光在四处扫了扫 却是发现 已经有着不少人 出现在了这层高台上 能够进入这里的学员 大多都是参与大赛的选手 其他的 则是如同薰儿等人这般 被参赛者顺便带上来的 转头的目光 在片刻之后 忽然停留在了一位 目光微动 便是在寒月身旁 发现了灵修衙 严浩等人 似乎自从当日几人 共同在深山寻找了 地心脆体乳后 便是一直形影不离一般 在硝烟发现灵修衙等人时 他们几人的目光 也是投射了过来 几道目光对视 皆是互相笑了笑 哼 硝烟 希望我们别在大赛一开始 便是撞在了一起 那样的话 可实在是有些尴尬了 以灵修衙的气质 无论身处何地 几乎便是主角般的存在 周围一道道蕴含着各种情绪的目光 也是转移到了硝烟身上去 林学长可是强榜第二 除了子言之外 能与你抗衡之人屈指可数 若是比赛开始就遇见 那也只能说是硝烟倒霉了 硝烟轻笑了一声 道 那可不见得 对于你那速度 我也是心计得很啊 林修衙似笑非笑地道 见识过当日硝烟在出手 就寒月时所展现出来的恐怖速度 她可不会小觑面前这个看似低调 并且人畜无害的学弟 林修衙的话并未怎么压低 因此周围的一些参赛者 闻言后皆是一正 以林修衙的实力 竟然都要如此说 那这硝烟的速度 难道真是极为恐怖不成 对于周围那些惊疑的目光 硝烟未曾理会 冲着林修衙笑笑 玄疾便是不在这个话题上停留 对了 前几日 我们又去了一趟深山 与硝烟笑谈了一会 林修衙忽然开口道 心头不着痕迹地跳了跳 硝烟不动声色地笑道 哦 是吗 怎样 这次可如愿了 还能怎样 那个畜生 现在越来越变态 上次倒还好 这次见面 不知道发了什么风 一见面就直接开启 狂暴血脉觉醒 若不是我们跑得快 恐怕连这大赛 都参加不了 一旁的延号翻了翻白眼 极为不甘地骂道 心中悄悄松了一口气 硝烟面上却是安慰得道 得不到也算了 反正只要进入强榜前十 便是能够进入天坟练气塔底层 接受那所谓的本源心火断体 倒是想必你们也是能够借此 踏进斗王之街 唉 希望吧 那心火断体 虽然被称为斗王界别的安全通行证 可毕竟也有着不小的失败率 若是成功倒还好 可失败的话 虽然如今距离斗王层次 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可这一步若是没有机缘的话 说不定五年十年都突破不了 林修衙无奈地摇了摇头 道 斗王界别 大陆真正的强者级别 斗林在大陆上几乎随处可见 只有真正地进入到斗王 那方才能够算是真正地脱离了大众 进入了那大陆强者之列 对于这点 萧炎极为清楚 他同样也明白斗林与斗王之间的差距 所以 瞧得林修衙等人这般忧虑 他也找不出什么安慰之话 毕竟在这个位置 停留五年十年都未有寸境的人 在大陆上并不少 呵呵 我还真是个悲观分子 望着沉默下来的气氛 林修衙轻笑了一声 微皱的眉头迅速地舒缓地开来 拍着萧炎的肩膀道 听说你在塔中 又与柳琴那群人有冲突了 嘿嘿 那你可要小心一点 柳琴那一帮人 在墙榜上 可是有着不少名额 若是在比赛上遇见 你可得谨慎些 这大赛 虽说有着不可伤及性命的规定 可刀剑无眼啊 萧炎笑了笑 刚欲点头 却是忽然感觉到 高台上微微安静了许多 当即略有感应地偏过头来 在其目光扫道 那入场口走进来的一大群人时 眼睛顿时微微虚眯了起来 一群人静止走进高台 沿途之人 皆是极为实相地闪避开来 人群之手 是一名衣着简单的男子 男子身材壮硕 粗浓的双眉如剑般扬起 无怒自威的刚毅脸庞上 带着一股凌厉霸气 这股气势 几乎内院之中无人不识 除了那霸腔柳琴之外 还能有谁 柳琴身后 便是那与萧炎有过过节的柳妃 以及姚盛 此时的二人 同时投注了过去 对于这两人的目光 萧炎仅仅只是淡淡地挑了挑眉头 与一旁的林修衙 严昊等人对视了一眼 皆是微微一笑 随着柳琴等人 静止走向萧炎林修衙等人 高台之上的声音 也是逐渐变得安静了许多 一道道目光 皆是投注在两方人马之上 这两方 几乎便是代表着 内院最为强悍的两股势力 平日因为各种缘故 都是个自闭让 可今天 在这即将到来的大赛之下 竟然是正面地碰撞在了一起 不得不说 真的是 冤家路窄啊 第554章 针锋相对 在那凝固了许多的气氛之下 柳琴一行人 缓缓地停留在了萧炎等人面前 前者瞥了萧炎 林修衙几人一眼 淡淡地道 终于是遇见了 这天我倒是等了很久 对于柳琴的话 萧炎自然是不会傻乎乎地接上 内院之人都知道 柳琴的对手是林修衙 其他人 除了紫妍那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小怪物之外 几乎极少有人有资格令得柳琴这般重视 即使是排名第四的延号 虽然平日对柳琴没有丝毫具意 但内心深处 却依然是有着几分忌惮 希望这次 你运气能好点 林修衙回以淡笑 虽然其身材与柳琴比起来 几乎是小了整整一圈 然而那股特殊气质 却是令得她在柳琴这等庞然大物面前 未有丝毫失色的地方 两人的对话 虽然简单 可却充斥着难以掩饰的针锋相对 作为多年的对手 两人时时刻刻都在攀比 当年的一场战斗 柳琴以微小的弱势败在林修衙手中 因此颇有些耿耿于怀 不过这些年实力飞涨 她却并未寻找林修衙鄙比试 其原因便是这个满心傲气的家伙 在等待着现在的这个机会 当年她在强榜大赛上输给了林修衙 如今 她需要在这里取得胜利 十年磨一剑 为了这场战斗 柳琴不知道挥洒了多少汗水 忍耐着孤独感 独自品尝着修炼中的枯燥 在两人对话间 高台上气氛极为安静 虽然能够到这个台上的人 都是属于内院拔尖的强者 但是对于这两人 即使是心高气傲的他们 不管是承认与否 心中都是或多或少的 有着几分敬意 实力为尊 这在斗气大陆任何地方 都是惯用的规则 两道目光在半空处交织 似乎有着犹如实质般的火花浮现 剑把弩张的气氛 维持在双方之间 看这情况 似乎很是有些一言不合 就要大打出手的模样 当然 对于这点 萧炼倒是没有太多的担心 两人都不是急躁之辈 这柳琴虽然看似三大五粗 可她能够在败于灵修牙之手后 一直隐忍到今天 便是足以瞧出其心性 所以 类似当场就动手的事情 在这都颇为冷静的两人中 倒还是有些难以发生的 目光随意地移动着 却是忽然瞧得柳琴身后 正一脸铁青的柳琴 萧炎眉头一挑 却是发现 她的目光正是一旁的萧 显然 萧炎那日当众给她的一耳光 很是让得她记忆犹深 不过对于柳琴那恶狠狠的视线 萧炎却是恍若未绝 一对美目 只是停留在萧炎后背 此刻正好一缕淡金色的温暖阳光洒下 在萧炎那张清雅精致的俏脸上 留下金色的光辉 修长睫毛在金光下微微抖动 朦胧如梦幻 此刻的美景 即使是样貌本就不俗的柳飞 心中都是忍不住的 生出些许极度 这副美态 也是被柳琴身后的姚胜收入眼睛 心间微微颤动了一下 旋即便是感觉到手臂一疼 细弱冰冷的声音从一旁传来 哼 就是这女人当日打了我一巴掌 你若是想要我给你机会 就必须给我出这口气 脸皮微微抖了抖 姚胜眼神在变换一阵之后 终于是将阴冷的目光 投在了萧炎身上 缓不上前 皮笑若不笑地道 萧炎 自己的女人可得管好一点 不然的话 到时候 你恐怕还要多受一份罪 姚胜的话 明显是冲着萧炎而去 所以 在听了她这话之后 萧炎身后的无耗 虎家等人脸色顿时一变 怒目而逝 姚胜突然说出 这等针对性的话语 也是令得一旁的柳琴 眉头微微皱了皱 不过却并未说什么 她清楚 姚胜是想替柳飞挨的那一巴掌出头 作为柳飞的表哥 她自然是不怎么好开口 目光斜斜地看了一眼 萧炎身后脸颊平静的萧 柳琴却是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脚步向左横移了一步 再度将柳飞护在身后 当日在竞技场中 她见识过萧 那近乎鬼魅般的身法 因此 如今可不敢有太大的怠慢 一次让的人 在自己眼皮下 打了柳飞一巴掌 或许能说是措手不及 可两次的话 恐怕就得有人对其能力 产生一些质疑了 眼皮抬了抬 萧炎望着那一脸阴冷的姚胜 却是伸出手来 抓住身旁萧儿的仙手 抬起目光注视着姚胜 淡淡地笑道 这里可不允许动手 比赛上遇见 我帮你讨回来 那笑容下 有着不加掩饰的冷意 被萧炎抓住 萧儿掌心中若隐若现的金色光芒 也是迅速湮灭 柳眉微醋 没有说任何话 只是退后一步 旋即灵动眸子 轻轻扫了一眼对面的姚胜 微笑之下 也是隐藏着些许冰冷 见到萧儿退后 那体内静气缓缓涌动的柳琴 这才略微松了一口气 不过目光却依然是 紧紧地注视着一脸甜静的萧儿 有过上次的经验 他可不知道 后者会不会再度暴气打人 说得对 比赛上遇见 所有一切都是得讨回来 不然的话 一些新人 怕是得真正地翘上天了 在萧炎那冰冷微笑下 姚胜也是阴侧侧地点了点头 眼中狠意泼浓 好了 别废话了 一旁 感觉到气氛越来越紧绷的柳琴 皱了皱眉头 沉声打断了两人越加冰冷的目光 对着林修雅等人一挥手 旋即便是转身 对着高台上的座位屈行去 比赛过后 我看你还有何脸面 在内院横行 不懂规矩的新人 看来只有被狠狠扇了几个耳光后 才会懂得什么叫做规矩 姚胜阴冷着脸路过萧炎面前时 低声冷笑着 落下一句狠话 脸色平静地 不起丝毫波澜地望着转身而去的姚胜 萧炎嘴角也是缓缓挑起一抹冷漠的笑意 姚胜三番四次的挑衅 算是彻底地激起了他心中的狠辣 希望别真在比赛中与我遇见 不然 怕是真的下杀手了呀 萧炎缓缓地扭动了一下脑袋 若无其事地低声道 搞死他 这个混蛋太嚣张了 吴浩厄狠狠地挥了挥手 骂道 而一旁的虎家 也是连连点头 看来他也是看这个娘娘腔的家伙 很是不爽 哼 没想到 你原来是与这个家伙结仇了 林修雅转身冲着萧炎一笑 细血地道 不过也并未出意料 薛儿学妹当众打了柳飞一巴掌 姚胜为了讨好他 自然是要来找麻烦 而仗着身份缘故 他也不好与一个女孩子为难 所以 便是把怨气转移到你身上 看他先前那般表情 若真是在比赛上遇见 恐怕他不会有半分留守 你可得小心一点 那家伙的斗气 有几分古怪 他修炼的是水属性斗气 据说似乎在以前不小心 被一种名为石骨阴歇的毒物咬了一口 不过他 不仅没因此死去 反而误打误撞下 将毒气融合进了斗气之中 与人战斗 配合着水属性斗气的缠绵温润 能够翘无声息地 将斗气侵入对方体内 若是不及时驱逐的话 不出一天时间 便得当初毕命 林修雅黑黑笑道 话语中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竟然是将姚胜的底子 透露了不少 默默点头 萧炼对着林修雅拱了拱手 轻笑道 多谢 虽说有着青莲地心火的护体 萧炼根本不惧姚胜的那种 蕴含着毒液的斗气 但林修雅也是一片好心 她自然是的心灵 我也看那家伙挺不顺眼的 不过平日在我面前 她倒是重归重矩 所以找不到借口收拾她 你若是真能在比赛中遇见她 那就顺便帮我也多打一拳 林修雅玩笑道 萧炼含笑点头 心中却是冷笑道 若只是普通皮肉之痛 岂不是便宜了人 对于这种皮贱之人 就是要狠狠地在其身上 撕出鲜血淋漓的伤疤 方才会真正地 让得她记忆犹新 在柳琴等人离开后 高台上的气氛 也是再度活络起来 而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 高台之中的人 也是越来越多 目光对着下方眺望而去 萧炼却是惊叹地发现 下方的那些座卫席 竟然已经是在此刻彻底满座 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头 看得人有些眼花 动 喧哗无比的场地中 突然间再度响起 古老的钟银声 钟声在广场内徘徊不散 在这钟声之下 喧闹的声音 也是缓缓降低 直至最后的完全消散 吃 钟银声悄然落下 天空上猛然响起 大片的破风声响 众人抬头 仅仅只能看见 一闪而逝的模糊身影 玄机目光低移 却是见到了 十几道苍老人影 不知何时地出现在了 广场的特殊高台席位之上 硝烟目光扫过这些苍老人影 大多都是院中熟悉的长老 而那居中的 一位黑袍白发白须老者 赫然便是苏谦大长老 没想到连他都是会出席 看来内院对这强榜大赛 极为看重了 硝烟轻声嘀咕道 苏谦缓步走前 双手虚压 顿时 整个广场便是 只有着一道道呼吸的声音 目光缓缓地扫过全场 最后停留在了高台上 那依靠着栏杆的黑袍青年身上 眼中溢出淡淡笑意 苍老而低沉的声音 在全场每一个人耳中响起 墙榜之上排名者 进场地 随着苏谦声音落下 顿时间 只见得高台上人影闪略而动 一道道身影 在半空划起弧线 最后蹉蹉落落地 落在了广场之中 抬起头来 望着周围无数的人头 一股火热战役 悄然膨胀 真正的大赛 即将来临 第555章 定对手 天空中 一道身影 犹如黑色铁塔一般 带着尖锐的破风声响 双脚重重地 跺在地面之上 顿时间 落脚之处 那由特殊材料所制的漆黑地板 居然是悄然间 裂开了些许细小缝隙 并且 在其落地的刹那 场地上的几十名参赛者 也是极为清楚地感受到 地面狠狠地颤抖了一下 当下都是对着那道黑影头 去诧异的目光 而当视线瞧得来者时 这才略感恍然 霸枪柳晴 这股灵力的霸气与强蛮 怕整个内院 也只有她能具备了 落地时 柳晴身体比直如枪杆 没有丝毫的弯曲 背后鞋背的一柄 与身高同长的黑色重枪 隐隐间 渗透着厚实的沉重气势 落下地后 柳晴猛然抬头 将视线投向高台上的某处 视线中 充斥着炽热战役 而那视线所向处 正是众人所料的灵修衙 全场目光顺着柳晴的视线而转移 最后停留在了灵修衙身上 感受着两人间那股 针尖对麦芒的气势 心中皆是极为期盼 不知道这内院 属于真正的顶尖两位交起手来 谁会胜出 对于那全场的目光 灵修衙淡淡一笑 冲着不远的硝烟拱了拱手 旋即脚尖一点地面 身体犹如一片落叶般 静止闪出了高台 一股淡青色的风悬在脚底成形 最后 他便是犹如走楼梯一般 脚掌每一次落下 都会如同踩在实质的无形梯面之上 这一幕 看上去 竟然很是有些踏空而行的境界 而这一首 无疑是立刻引起了全场惊呼 他们都知道 即使是斗王强者 那也必须借助斗气之意 方才能停留空中 而类似这种 看似毫不借力 便如履平地的地步 则是至少需要斗皇实力 方才能够勉强绊倒 望着灵修衙所露出的这首 就是连那高台上 都是有着一些长老微微点头 以他们的眼力 自然是能够看出 前者并非是真正的如履平地 而是借助风系斗气 在脚下凝成无形的踏脚点 并不能持久 不过即使这样 那也是需要对斗气极为精确的控制 以灵修衙如今的实力 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极让人感到惊异了 在全场一道道惊异目光注视下 灵修衙缓缓缓行下半空 双脚轻轻落在地面上 旋即副手而立 身形飘逸而潇洒 在此刻 周围已经有着不少女学员 眼睛中有着冒猩猩的预兆了 痴 就在众人还陶醉在先前灵修衙 那虚空踏步的景象之中时 忽然间有着淡淡的低沉雷鸣声 在半空中音响起 一些人连忙抬头 然而 除了那在眼瞳中一闪而逝的银芒之后 竟然便是在未发现其他东西 而当他们茫然四顾时 这才有些眼尖之人 发现场中突然多出了一道黑色衣袍的人影 硝烟 这家伙的速度 好快 并且那标志性的玄仲齿也是将其身份表露而出 一时间 滴滴的惊讶声音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 萧妍的出场 并未有前面两人那般沉重与华丽 但这放在真正有实力者眼中 却是丝毫不逊色于柳晴与灵修衙 毕竟 那种速度 可的确是快得有些可怕了 场中 柳晴 灵修衙等少数几人 都是偏过头来 将目光投出在那安静沉默的黑袍青年身上 眼中极为隐晦地掠过浅浅的忌惮 这速度 即使是他们 也不得不重视 甚至 除了寥寥可数的一两人外 很多人扪心自问 他们即使是施展到权力 恐怕都不可能有这般速度 这个小家伙的速度 怕是在斗灵之中 难于寻见多少能与之抗衡的人 而且看其身法 还略有些稚嫩 想必只是出城 真不知道 以后修炼到极致时 那又将会是何等的恐怖 高台上 与硝烟关系颇为不错的好长老 辅着胡须 由衷地赞叹道 他修炼的身法斗技 怕是等级不低 不然的话 可达不到这般效果 一名长老点了点头 倒是隐隐猜到了点端倪 苏谦大长老淡然地站立原地 脑中却是闪过先前的那对他来说 并不太陌生的雷鸣声响 片刻后 似是想到了什么 眼眸顿时微微眯了起来 心中有些惊疑地喃喃道 这个小家伙 怎会这种身法斗技 这可是风雷格的不传之计 日后若是被那些家伙发现 恐怕少不了一番纠缠 若是硝烟知道这苏谦一眼 竟然便是认出他斗技的来历 怕也是会极为惊恶 这老家伙的眼光毒辣吧 场中 就在硝烟三人入场之后不久 台下的某处 一位白色衣服的小女孩 却是慢吞吞地顺着阶梯爬了上去 然后在周围无数呆愣的目光中 走到队伍的最前面 嘴巴中似乎还在搅动着什么东西 东张西望的 而当其瞧得硝烟时 顿时黑黑一笑 露出可爱的整节小虎牙 紫妍的身份 内院之中清楚的人并不多 或许也就墙榜上的人 以及一些老生知道 对于比较晚近来的一些新生来说 却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毕竟前者也并不经常在内院露面 并且也无人敢挑战她 因此 便就导致内院之人 指指柳情林休衙等人 却不知道 那个凌驾在他们之上的墙榜第一 竟然会是一个如此可爱的小女孩 在周围看台上 想起叨叨窃窃私欲时 场中的一些参赛者们 脸色却是有些变得不太自然了起来 除了那些近段时间 才挤进墙榜的人之外 其他的大多数都是脸庞上 闪过些许恐惧 而他们的这般表现 更是令得场中众人茫然了起来 对于周围的目光 紫妍却是懒得理会 嘴中不断地嚼着消炎 给她炼制的丹丸 那副悠闲模样 可没有半点大赛临近的紧迫 若是放在两年之前 这内院之中 倒也有着一些 能与其向战的对手 可如今那些强者 都是已经毕业离开 时间流逝 她却是以这副小女孩的模样 成为了待在这内院之中 最久的学员 呃 虽然这个学员有些古怪也 所以 如今 以紫妍那近乎变态的蛮力 恐怕就算是柳琴等人 也是难以与之抗衡 这个小家伙 已经成为了墙榜上的一个 超乎常理的存在 咳 淡淡的咳嗽声 蕴含着斗气 在全场美人耳边响起 顿时 窃窃思语开始降低 片刻后 便是完全消散 在这一周的黑袍老人 目光中充满着敬畏与尊敬 作为这内院之中 实力与权力 仅仅在那位神秘院长之下的大长老 就算是寻常的长老 都是对其保持着敬意 更何况他们这些学生 既然人数已经齐全 那么大赛 便也是能开始了 苏谦淡淡地笑道 不过在比赛之前 还是要提醒一下 内院虽然风气开明 可我还是希望 诸位在比赛时 尽量勿下杀手 你们都还是学员 并不是在黑角域那种人吃人的地方 虽说内院有着竞技场这种略微血腥的场所 可本意只是锤炼你们 并非是要你们拼个你死我活 所以 还望诸位下手掌控分寸 听得苏谦的话 一些参赛者微微点了点头 不过更多的 却是持不置可否的态度 这种比赛 为了能够进入前时 谁不会全力以赴 全力之下 进道难以控制 意外总是难免会有 目光在那些参赛者脸上扫过 苏谦无奈地摇了摇头 如今内院风气已经逐渐飙悍 在那竞技场中 原本一些不知拼杀的菜鸟们 也是成长为战斗经验丰富的草原恶狼 现在想要遏制他们的凶性 可是有些困难了点啊 规矩与以前相同 抽签定对手 乔德所说未取得多大效果 苏谦也就不再废话 沉声道 雨落 其袖袍清辉 顿时萧炎等人不远处的一块 被黑布便是飘落而下 露出旗下的石台 石台上 有着一个宽大的木桶 桶中装着不少的竹签 桶中有25只蓝底签 25只红底签 标数都是由1至25 比如 若抽着蓝底签12者 那么你的对手 便是红底签12的持有者 苏谦将抽签规则简略地说了一遍 这东西并不复杂 所以 第一次经历这种的学员 也是一听便懂 好了 抽签开始 一名名参赛者 有序地行至石台 然后从中抽出竹签 当众念出自己的号数后 这才退了开去 萧炎并未急着去抽签 站在原地 却是忽然眉头微皱 视线对着后方一扫 便是刚好见到一对怨毒的目光 看其模样 竟然便是当初败于自己手中的白城 看他这般模样 似乎依然对他怀恨在心 而且 在这份怀恨之中 也是有着几分不服气 或许他也是如同外界一般 认为自己 输在萧炎手中 是因为那没龙力单的缘故吧 瞧得萧炎目光射来 白城脸旁抖了抖 冷笑一声 大踏步向前 走到石台边 一阵摸索 最后取了一只红底的竹签 声音沉闷地念出 红底十五 念完之后 他便是退到一旁 继续用恶毒的目光盯着萧炎 心中恶毒的诅咒到 最好抽到和柳琴相同的竹签 在白城诅咒之中 萧炎终于是慢吞吞地走向石台 随手抽出一只红底签 目光一扫 先是一阵 旋即嘴角浮现一抹顽味 红底十五 萧炎轻笑了一声 目光微微抬起 见到了脸庞上 冷笑骤然僵硬的白城 第556章 大赛开始 当萧炎在爆出自己的好数时 那白城脸色顿时僵硬 而且那僵硬之余 甚至还略有一分苍白 虽然总是对自己败于萧炎手中耿耿于怀 而且 或许是因为不愿承认的缘故 白城一直将自己 失败的最终原因 归咎于萧炎吞服了龙力丹之上 不过 在这一煞时 其心中却是生起了一股忌惮的恐惧 似乎 虽然他嘴上并不愿承认 可其心中深处 的确实实在在地 对萧炎有着一分恐惧心理 紧了紧手中的竹签 白城望着萧炎嘴角挂着的那某玩味笑容 脸庞抽了抽 微微低垂下眼睛 那目光犹如一头孤注一掷的凶狠恶狼般 该死的混蛋 这一次就算是拼了命 也要让你失去 争夺强绑前十的机会 平淡地望着那垂头的白城 萧炎把玩着手中的竹签 心中并未有太多的担心 在当初身为一星斗灵时 他便是能够打败白城 如今实力又是精进不少 胜过他 已经不再需要类似上次一般 将自己同样搞得筋疲力竭 在萧炎之后 又是陆续一些人抽取了竹签 其中 五号的对手 是一名排在强榜 43名的一星斗灵 这种级别 在榜上仅能算是末端 虽说五号实力方才大斗是巅峰 可他若是全力以赴的话 胜算不小 而看他 那副笑眯眯的模样 显然也是为自己的运气感到庆幸 当最后一名参赛者 在众目睽睽之下抽签完毕之后 场中对决顺序 便是大多已经落定 其中自然是不乏一些垂头丧气 满脸无奈的人 因为他们的对手 都是那些排行强榜前面的高手 其中有一名实力达到四星斗灵的家伙 正好抽到了与柳琴相同的号码 在号码爆出的那一刹 这个家伙的脸色 瞬间便是灰暗了下来 虽然他的实力在强榜上 也能算上中游位置 可与柳琴这等顶尖强者相比 胜算无疑将会达到一个 低得足可无视的地步 而颇为有趣的 倒是紫妍的一个对手 这家伙是近段时间 强榜风云上风头颇近的 一头黑马 而且看其模样 也似乎是那种 只知闭关修炼的人 因此 对于紫妍 他倒是不怎么认识 因此 在乔的自己对手 竟然是一个小女孩后 顿时就在周围一些 看待白痴般的目光中 咧嘴不屑地笑了起来 而乔的这一幕的萧妍等人 也是有些忍惧不惊 等比赛开始的话 或许这个家伙会 立马哭得天昏地暗吧 苏千目光缓缓地扫过全场 瞧得所有参赛者 都已经决定顺序之后 这才微微点头 淡淡的苍老声音 在全场回荡着 既然抽签已经完毕 那么便请诸位 先回到自己的位置吧 比赛顺序随机抽取 雨落 苏千随手从面前的一个竹筒中 抽出一只竹签 瞟了一眼 淡淡地道 7号 听得苏千所念号码 场中参赛者内 顿时便有两人身体 猛地绷直了起来 蓝底竹签 与红底竹签7号留下 其余人离开场中 挥了挥手 苏千命令道 随着苏千命令声落下 场中众人顿时闪掠而出 而后在场中留下了两人 场中遗留的两人 也是颇懂规矩 在下一刻 便是迅速凝神 脸庞紧绷 淡淡地斗气满一身躯 各自取出武器 目光尖锐地望着自己的对手 望着场中 逐渐弥漫的火热战役 想起窃窃私语 一些目光 也是在这刹那间 变得火热滚烫了许多 期待已久的强榜大赛 如今终于是要正式地拉开帷幕 萧炎与吴昊 皆是回到高台 前者与不远处的林修衙 目光对出了一下 彼此含笑点头 这两个家伙 一个排名35 一个排名38 实力都是相差不太远 这打起来 可是有些胶着了 吴昊望了一眼场中二人 笑着道 萧炎随意地点了点头 身子斜靠着篮杆 目光懒散地停在场中 没想到萧炎哥哥的对手 又是白城 薛儿言嘴轻笑道 手下败将罢了 萧炎但笑道 目光中有着些许莫名的意味 虽然如今 经过自己当初那擂台迎战 已经很少有人会再说 他胜过白城 是依靠丹药支柱 可也并未跟除 如今再度相遇 正好能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明明白白地正式给所有人看 他能打败白城第一次 便能打败他第二次 乃至第三次 不过那家伙 对你似乎也很是记恨 这次相遇 怕是真正的会拼其命来 虽然你不拒他 可以要小心点 万一被其拼命下打伤 那对你接下来的比赛 可是有些不利 吴昊皱了皱眉 提醒道 萧炎笑着点了点头 他为人本就谨慎 自然会对这种事小心提防 能否进入强榜前时 可是关系到陨落心炎 会不会落进其手中的重要之事 所以 对于这场比赛 他可是 抱着一万个小心翼翼 生怕出了什么差错 导致自己计划出现偏差 在几人互相谈话间 下方场中的两人 已经在看台上 一阵阵火热喧哗声中 猛然对碰 强横斗气彼此接触 爆发出阵阵低沉的炸响 人影闪略间 清脆的金铁声 响带着火花不断地闪现 战斗从一开始 便是省略了热身之赛 直接便是进入真正的火拼之中 场中两人一位是火属性斗气 一位则是木属性斗气 虽说后者实力稍强 可犹如斗气被克制的阴故 倒是在防御对方攻势间 显得略有些吃力 而那位火属性斗气的参赛者 却是颇为聪明 深得一股作气的精髓 攻势展开间 炽热进风连绵不绝 但红色的斗气 犹如一簇簇十字火焰在生腾一般 在半空中滑起道道弧度 狠狠地对着对手劈砍而去 但是 在他这般凶狠攻势间 那位木属性斗气的学员 却并未有丝毫慌乱与变色 脸色沉稳地 将对方攻击尽数接下 虽然看似落入下风 可却一直并未受到重创 场中的战斗 在内院中 也是能够勉强算作高端级别的战斗 因此 周围看台上的观看者们 无不是目不转睛 眼睛眨也不眨地 停留在场中两道人影之上 振奋地呐喊声 私生竭力地大喊而出 最后在广场之内 回荡不休 然而 场中的战斗 虽然对于看台上的学员颇为精彩 可对于硝烟等人来说 却仅仅只能 令得他们微微点头而已 毕竟实力不同 自然眼光也是截然不同 看待任何事情 都不是站在同一个位置上 那火属性斗气的学员 要输了 硝烟懒散地撇着场中的战斗 忽然开口道 呃 闻言 一旁吴浩宇虎家 却是有些恶然 如今的场中 那火属性斗气的家伙 几乎是占据绝对的上风啊 火属性斗气 固然攻击强猛 但不胜持久 她的对手战斗经验 明显比她更丰富 懂得避让与拖延 木属性斗气 虽然攻击力比火属性斗气弱 但却胜在持久 并且还能自主地治愈伤势 你们若是仔细感应的话 便是能发现 火属性斗气的学员 攻势已经逐渐变缓了下来 而其对手 却是正在扳回局面 看这情况 恐怕不过十分钟 胜负便会愤出 一旁的轩 笑盈盈地轻声道 她的眼光 丝毫不比肖炎弱 甚至从某个方面来说 她比肖炎还看得更为精准 听得薛儿这般分析 吴浩宇虎家 也是仔细了许多 片刻后 惊诧地点了点头 果然 肖炎斜撇了身旁 脸颊微笑的薛儿一眼 这个小妮子 看得比她还准 至少 她是不能分辨出 这两个家伙 能在十分钟内 便分出胜负 薛儿的预料并不差 就在第八分钟时 场中胶着的战斗 陡然出现变故 一直都是被动防守的 木属性斗气学员 猛然间爆发出 极其凌厉的攻击 手中弹率斗气 犹如皮链般暴射而出 最后快若闪电地 穿梭过对手的防御 重重地砸在其胸口之上 顿时 那火属性斗气的学员 便是脸色苍白 一口鲜血从嘴角一流而下 身体则是狠狠地 摔落出了场地 带着她爬起身来时 却是听见了 满场轰鸣般的雷霆掌声 一张脸庞 布满了黯然与不甘 第一场比赛 贺不胜 高台上 苏千淡淡地宣布了 比试的结果 这种并算不得多强烈的比赛 对于她来说 根本就如同 是小孩子过家家一般 没有多少的可赞性 在满场掌声响起时 苏千轻靠着椅背 再度从竹筒中抽出一只竹签 微微一正 旋即洒然失笑 对着身旁的几位 长老微笑道 看来我们能够看一场 有趣的比赛了 第二场比赛 28号 随着苏千声音落下 一道身影猛然闪略上台 来者是位男子 一脸桀骜与傲慢 作为最近风头 甚至超过硝烟的一匹黑马 他一路从强绑之外 直接闯到第三十三名 而且 这家伙似乎还放出过狂言 若是给予他五天时间 定然连前面的硝烟 也是要挑落马下 这倒是令得不少人 佩服他的豪气 可硝烟本人 对此却是没有丝毫回应 他忙着闭关 可没空搭理这些 一招得志的家伙 在男子上台后不久 一道娇小的身躯 出现在众人目光下 身着白衣的小女孩 在硝烟等人窃笑的目光中 慢吞吞地爬上台 哈哈 小女娃 放心吧 我会留手的 望着白衣小女孩 男子忍不住地笑道 他似乎已经 能够看见自己 晋级的风光了 对于男子的狂笑声 高台上 硝烟 林修衙 柳琴等人都是 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 这个可怜的家伙 第557章 背居 男子的笑声 直接是导致高台上一些 枝根究底的参赛者的沉默 面对着紫妍 就算是柳琴 林修衙等人 在全力以赴之下 也不可能保持一半的胜率 而这个家伙 而在自己画出之后 台上的那男子 也是察觉到 周围的一些目光有些不对 可却并不知道确切原因 脸庞上的笑容略微僵了一下 目光仔细地在紫妍身上扫了扫 可以他的实力 又怎可能看出紫妍的底线 在他的目光中 便是只能察觉到 后者体内 有着并不太强横的斗气流动着 一副柔柔弱弱的模样 简直就是有些不堪一击 在周围一道道奇 一目光注视下 紫妍终于是来到场中 乌黑大眼睛 斜撇了一眼对面的男子 食指交叉 微微一按 顿时骨骼间 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 他抬了抬头 望向大肠老苏千的方向 老气横秋地道 喂 老头 可以开始了吗 这话出口 满场顿时哑然 一些清楚紫妍身份的人倒好点 而其他不知情况者 则是满脸呆滞 这内院之中 竟然有人敢这般对大肠老说话 而且这呆滞之中 紫妍的对手 也正好在其中 高台上 苏千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于这个调皮的小家伙 他也是没有丝毫办法 目光瞥了一眼 身旁那些偷笑的长老们 指得挥了挥手 道 开始吧 记得 不要伤人性命 紫妍可爱地耸了耸肩 道 放心吧 一拳头 重伤轻伤 看他自己的抗打能力 狂妄 虽说只是个小女孩 可被他在大庭广众下如此藐视 对面的男子 脸色也是不由的一尘 极为严厉地道 别以为你是个小女孩 我就会留情 记住我的名字 被拘 望着那展开说教模样的男子 紫妍顿时不耐烦地 甩了甩淡紫色的马尾辫 可爱整洁的小虎牙 互相磨了磨 旋即纤细的脚掌轻轻抬起 片刻后 猛然落下 碰 脚掌落下 沉闷的爆炸声响轰然响起 旋即 在那漫长震撼的哗然声中 一道足有半尺宽的裂缝 自紫妍脚掌处 急速延伸而出 裂缝宛如一条潜伏在地底的蟒蛇一般 顷刻间 便是到达那同样目瞪口袋的那自称 被拘脚下 裂缝微张 一道无形进气暴射而出 最后重重地对着男子双腿之间砸去 在裂缝延伸到脚底时 那被拘便也是 有所察觉 虽然心中 因为紫妍在刹那间所表现出来的恐怖实力 而出现了一些阴影 以及不安 但这种时候 她也来不及多想 一声力喝 顿时一股雄魂斗气 从体内抱涌而出 转瞬间 便是在身体表面形成了一副灰白色的斗气铠甲 背拘斗气铠甲凝居的速度极快 显然 能够走到这一步 她也的确是拥有不错的实力 但是 怪就怪她运气差 遇见了连柳琴林休亚等人都避之不及的紫妍吧 以紫妍那堪比斗王强者的实力 虽说仅仅只是随手一击 但那也拥有着不可小觑的力量 因此 虽然背拘身体有着斗气铠甲的保护 可在两者刚刚接触的刹那 看似极为坚固的斗气铠甲 几乎便是以一种摧枯拉朽的速度彻底破裂 并且 在一个极为短暂的时间中 铠甲彻底崩裂 而那道凶悍静气 则是毫不留情的穿透斗气铠甲 轰在了背拘双腿间 于是 一到凄厉的惨叫声 在广场之上 撕声裂肺地响了起来 啊 望着场中那抱着下体 身体犹如卷缩的大虾一般 躺在地上不断嚎叫地被拘 全场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地 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 一些男学员 更是条件反射般地捂住下体 遍体生寒 谁若是被这样给击中了 恐怕下面那东西就算治好了 也会产生一些心理阴影吧 高台上 硝烟等人 同样是有些目瞪口呆地望着场中 片刻后 这家伙 虽然看起来人畜无害 并且还很可爱 不过 这下手也挺狠的呀 好蛮横的力量 他似乎根本没有动用能量 完完全全都是凭借的肉体力量 水灵眸子紧紧地盯着紫妍 噓而轻声道 声音中略有点压抑 萧炎微微点了点头 在紫妍动手时 他也并未感觉到多少能量波动 不过一想到他的真实身份 他也释然了许多 魔兽大多都以肉体力量强横而注明 况且连药老都说 紫妍或许会是一种罕见的上古异兽 那么 他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那也并不为奇了 裁判席上 苏千等长老脸庞也是抽出了几下 一些长老干笑了几声 都是不知道该说点啥好 咳 收敛好脸庞上情绪 苏千干咳了一声 苦笑道 这场比赛 紫妍胜 七 没劲 撇了撇嘴 紫妍无聊地挥了挥手 脚掌一堆地面 娇小的身体便是爆舍升空 最后轻巧地落在高台上 萧妍依靠的栏杆处 冲着他笑了笑 你下手还真狠啊 望着紫妍那粉雕玉琢般的可爱模样 若不是亲眼看见的话 就算萧妍也不相信 她竟然能使出这等凶狠手段来 那次我刚好看见她 打胜了一场比赛 然后当众扬言说 下一个对手就是你 紫妍看来 一眼场中已经开始下一场的比赛 抓着淡紫色的马尾便 嘿嘿笑道 微微一愣 萧妍有些惊愕 她以为紫妍这般下手 是因为不耐烦对方的缘故 没想到 竟然还和自己有着一些关系 不过 这小女孩 还真的挺讨她喜欢的 笑着揉了揉紫妍的小脑袋 萧妍轻笑道 这些事 我自己能解决 你倒是可以不用管的 不帮你忙的话 那你以后肯定就不会 给我练只丹丸了 紫妍不乐意地一甩头 哼哼道 身为魔兽的她 并没有人类那般多花花肠子 她总是单纯地 认为只有让的萧妍 真正欠她什么 她方才会一直给自己练只丹丸 现在我帮你教训了那个家伙 你可是欠了我一个人情了 我会记得的 紫妍嘟囔道 哼哼 好 散见你人情了 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萧妍扯了扯紫妍的马尾便 望着她眨眼间 露出开心笑容的可爱脸庞 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 总是谦卑地低着身 满脸怯怯 有着人蛇血脉的小女孩 不知道青龄如何了 心中轻叹了一声 当初在加玛帝国 那个落进虎口的小女孩 最后却是在她手中 被天蛇府的人夺走 对于这个胆怯的小女孩 萧妍总是有些愧疚 嘿嘿 见到萧妍点头 紫妍嘿嘿一笑 露出可爱的小虎牙 身体站在栏杆上 拍着前者的肩膀 豪气地道 放心吧 有我罩着你 肯定让你进拳时 谁敢抢你的位置 我就直接把她打得半死 紫妍的声音并未压低 因此 几乎整个高台上的参赛者 都是听见了她的话 当下脸色大多多微微变了变 对于紫妍的恐怖 他们之中很多人都了解 无奈地摇了摇头 萧妍青敲了敲紫妍的脑门 看着她捂着额头 满脸称怪的模样 不由地笑道 我进入前十字会拼命 若是要你帮忙 就算进去了 那也坐不安稳 紫妍翻了翻白眼 嘟闹了几句 不过却一言地 没有再说刚才的那些话 哼 没想到萧妍兄弟 与紫妍学姐这般熟悉 一道熟悉的笑声 忽然在一旁响起 萧妍偏头一看 原来是林修衙几人 此刻的几人 都是眼光若有若无地 瞟向一旁的紫妍 学姐嘴巴张了张 萧妍打量了一下两人 颇有些忍君不惊 不过在好笑之余 也是有些错愕 平日林修衙在众人面前 皆是保持淡然气质 不过现在那份笑容中 怎么看 都是有着一分忌惮 甚至惧怕 紫妍斜偏了林修衙一眼 懒散地道 原来是你啊 好久不见啊 上次比赛你跑得真快 脸庞上浮现一抹尴尬 林修衙娜娜无语 当年的那场墙榜比赛 正好她与紫妍在最后遇见 那时候的她 实力自然没有如今这般强 所以与紫妍一碰面 便是极为干脆地跳场认输 这令得揍人未能成功的紫妍 一直有些耿耿于怀 这比赛可真无聊 你们玩吧 今天看来是没有我的比赛了 望着场中 来来往往极为火爆的战斗 紫妍却是无聊地打了个哈欠 对着硝烟挥了挥手 然后便是直接跳下高台 最后窜出广场 望着紫妍消失的身影 硝烟无奈地摇了摇头 偏过头来 却是瞧得林修衙欲颜欲指的模样 当下眉头一挑 笑道 怎么了 嘿嘿 硝烟兄弟和紫妍学姐很熟吗 林修衙甘笑道 还行吧 硝烟瘫了贪手 道 嘿嘿 那就拜托兄弟和她说说 如果在比赛上遇见 拜倒是无所谓 不过不要太让我难堪了 说实话 如果说我对柳禽是忌惮的话 对她 那就是惧怕了 我想 柳禽或许也是这么想的 林修衙善善地道 闻言 硝烟顿时哑然 谁能想到 这位内院狼牙的首领 竟然会对紫妍如此恐惧 等见面了 我会帮你说说 忍住心中笑意 硝烟点了点头 见到硝烟答应 林修衙这才松了一口气 冲着她感激地笑了笑 然后方才抱拳离开 望着转身离开的林修衙 硝烟轻笑了一声 这果真是一物降一物 第四场比赛 十五号 就在硝烟感叹时 裁判席上忽然响起的喊声 却是令得她微微一震 旋即抬起头来 却是瞧见了苏千那影 带着笑意的目光 投射了过来 终于轮到我了吗 硝烟转头 视线望向了一对 恶毒目光投来之地 嘴角缓缓掀起一抹冷漠笑容 第五百五十八章 持法 宽敞的场地之中 两道人影遥遥对立 一黑一白 在这淡灰色的场内 显得格外的耀眼 竟然是硝烟和白城 这两个家伙 又碰一起了 嘿嘿 这可有好戏看了 听说上次败在硝烟手中后 白城一直对外说 是因为硝烟服用了 龙力丹的缘故 如今在这种 不准服用丹药的比赛上遇见 不知道她能不能 帮回上一次的失败 我看怕是很难吧 硝烟上一次摆类台 可连城南都打败了去呢 这可也是六七星的斗铃强者 实力并不逊色白城 望着场中对立的两人 人山人海的看台上 顿时爆发出了不少窃窃私语 对于这两个 曾经爆发了激烈战斗的两人 内院几乎大多数人都认识 上一次竞技场的战斗 奠定了硝烟强绑上的地位 不过作为失败者的白城 却是声望落了不手 如今再次遇见 不得不说是冤家路窄 对于那在周围响起的窃窃私语 无动于衷 硝烟手掌微旋 硕大的悬中池闪掠而出 随手一挥 一股强猛进风在身下成形 将地面上一些灰尘 吹得四面扩散 阴冷地注视着硝烟 瞧得他拿出武器 白城也是取出一杆淡黄色的长枪 枪身微震 以极快的速度猛然抖动 顿时间便是捂出一朵枪花 旋即迅速湮灭 虽说内心深处 隐隐有着一分恐惧 不过到了这种时刻 这分恐惧也是随风消散 现在 只要他能打败硝烟 那么以前那属于自己的荣耀 便会再度归来 他失去的墙榜排名 也同样是能够回来 一定要打败这个混蛋 不惜一切 咬了咬牙 白城眼神更是森冷了许多 为了这场比赛 他已经打算不择手段 什么物下杀手等等规矩 都去见鬼吧 胜者亡败者扣 只要胜利了 什么流言蜚语 都会自动停止 硝烟瞥了一眼 对面脸色变换不定 最后凝固在阴沉的白城 然后便是将目光投向了裁判席上 察觉到硝烟目光望来 苏谦缓缓站起身来 而随着他的站起 场中的喧哗声 自动地消减了许多 目顾四方 并未有太多的废话 第四场比赛 开始 话音落下 满场注视着场中两人的目光 顿时变得滚烫了许多 这场比赛 或许是这届强榜大赛 前面几场中最为精彩的 当然 变化的不仅是周围的目光 场中的硝烟与白城 也是在这一刻间 爆发出凶悍气势 一清一黄两色斗气 从两人体内抱涌而出 最后犹如光圈一般 将两人笼罩而尽 两股由强横斗气 而产生的压迫感蔓延而出 令得一些靠近比赛台的学员 呼吸微微一致 不愧是强榜排名靠前的高手 与前面几场比赛相比 可不止高了一个档次 感受着那蔓延的气势压迫 周围的学员 皆是在心中暗自赞叹道 硝烟微微扭动着脖子 一股鼓熊魂斗气 在经脉之中急速流淌 给身体各处部位 带来源源不断的充盈力量 手掌紧握着玄重齿 青色斗气缭绕其上 偶尔间有着极淡的青色火苗 升腾而出 而且 每当这缕火焰窜出时 周围的空间都会出现 短暂的扭曲 若是眼力不毒辣之辈 根本难以察觉 两人抬头 四目在场中接触 火花似箭 各自蕴含着些许冰冷意味 可 四道目光紧紧对视 剑板弩张的气氛 在场中蔓延而出 如此将近一两分钟后 一道在场外响起的咳嗽声 终于是成为了 那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将这紧绷气氛 彻底引爆 吃 两道被雄魂斗气所包裹的人影 在咳嗽声响起的那一煞 几乎是同时如剑一般暴射而出 并且 由于速度之快 导致场外不少人 都只能看见 两道模糊影子暴射而出 最后在中央处 犹如陨石般 带着无可比喻的冲击力 极为震撼眼球的狠狠对撞 定 场地中央 两道模糊人影交错而过 锋利的长枪闪电般的刺出 可却被犹如一面 厚实盾牌般的黑齿轻易挡住 顿时 火花似箭 一圈细小的能量连衣 在接触点扩散而出 身形交错刹那 硝烟面无表情 手中中齿 却是条件反射般的 狠狠对着身后抡去 众齿之上所携带的强烈进风 直接是将空气撕裂 尖锐地破风声响 令得人耳膜刺痛 叮 叮 叮 众齿挥动间 白城强行扭转身躯 手中众齿在极短的时间中 爆刺出十几枪 每一枪 都是点在众齿的一个点上 那清脆声响 几乎都是凝合成了一个声音 极为的整齐 与上一次相比 这一次的白城 似乎变强了一些 场地之外 看台上无数人满脸惊叹地 望着场中闪略的人影 以他们的眼力 大多都只能看见火花的剑射 以及在两者武器接触间 一闪即逝的人影 那白城好像变得比上次强了不少 高台上 灵修牙望着场中激烈的战斗 忽然皱了皱眉 道 的确是强了不少 这次倒不像是吃了什么丹药 反而像是突破了等级 严昊沉应道 看来 上次败在萧炎手中 竟然还让他得了一些好处啊 韩月先手掠着一缕银色长发 淡淡地道 短暂的进步而已 那一次的战败 已经令得他心中出现了阴影 他这次若是真能打败萧炎 不仅能将这阴影剔除 日后实力或许会大涨 但若依然失败的话 他恐怕将会永远止步于斗灵接别了 灵修牙平淡地道 那似乎有些困难 韩月冷艳的脸颊上 浮现一抹极淡的笑容 美眸瞥着场中那道如同复古之躯一般的黑影 道 短短两月时间 萧炎便是直接飞跃到三星斗灵 这般速度 堪称内院第一 况且他的速度 恐怕当属斗王之下第一人 灵修牙瘫了贪手 当初他见识过萧炎的速度 所以也并不认为 韩月这话是虚言 在速度这一项 就算是他 若是不失展出那颇为勉强的斗气之意的话 恐怕也是难以和萧炎媲美 在几人谈话中 场中的萧炎心中 也是翻滚了些念头 作为亲身与白城交手的他 自然更是清楚地感觉到了 这家伙的强横 不过 这对于他来说 算不得多大的威胁 当初初入斗灵 他需要凭借天火三悬变 方才够资格与白城正面对碰 可如今 他已经进入三星斗灵 实力大涨了许多 再借助着焚绝 功法的特殊效果 就算是寻常五星斗灵正面交战 他也丝毫不会逊色 并且再加上被强化了的肉体力量 以及三千雷动 此时的萧炎 已经能够不使用天火三悬变 便是能与之纠缠对战 难怪有这几分信心 原来是突破了一击 不过 光凭这 可还不够 嘴角掀起冷笑 萧炎心神骤然凝聚 注意力完全地 凝聚在齿身之上 脑海中 不断地闪过当初在深山中 感受的那种 树浪铺天盖地涌来的意境 而随着其澄清 手中重齿 也是猛然抱刺而出 几道齿影在半空成形 最后诡计突兀一遍 原本粗笨厚重的重齿 此刻在萧炎手中 竟然犹如寻常长枪一般 灵活度甚至不比 白城手中的长枪弱 并且 在那重齿舞动间 居然还隐隐有着 连绵不断地缠绵攻势 而在这种缠绕间 白城的长枪 根本就没有抽出的机会 咦 在萧炎持法改变的刹那 高台上以及裁判席上 都是突然想起几道惊一声 各自面容不满惊讶 当然 这一幕也无怪 他们会露出这般神情 若说先前萧炎的攻击 是属于那种大开大合 完全采取一粒破实惠的方式的话 那么现在这般持法 却是真正地带上了一些技巧 并且 这技巧还颇为高深 对于萧炎持法的改变 作为他的对手的白城 自然是感应得最为清晰 当下脸色便是变得难看了许多 在两者间的比较中 他唯一能够胜过萧炎的 便是本身真实实力 以及枪法的刁钻精妙 不过如今 前者在萧炎那变态的功法下 差不多被弥补 而现在萧炎再度施展的持法 却是一级丝毫不比 他那枪法若多少 两者间 几乎都在以压倒性的胜利 偏向萧炎 白城眼睛目睁 隐隐有一份猙獰 隐藏在眼内深处 手中长枪 犹如一条被困的毒蛇 四处乱窜 可却始终被那把粗笨厚重的重齿 紧紧粘腹 如何抽都甩之不掉 而枪法施展 本就需要距离 如此被萧炎这一搞 长枪攻势 几乎都是 失去了一半的灵力 再度与萧炎纠缠了几分钟 白城眼睛逐渐赤红 眼中猙獰猛然凸显 心中一声利贺 拼了 贺声落下 手掌猛地击打在枪柄之上 长枪爆射而出 直射向萧炎心脏处 这一手 没有丝毫的留情 若是不幸被击中 萧炎怕是当场就得被毙 萧炎脸色阴冷 手臂一抖 重齿旋转而回 瞬间便是出现在面前 将那长枪抵御而下 枪身上所蕴含的净力 直接是令得他击退了两步 脚步落定 萧炎抬起头来 却是惊异地发现 此刻的白城 脸色突然变得 有些诡异地血红了起来 冲着萧炎猙獰一笑 白城声音 森然如同九幽之下传来一般 令人毛骨悚然 别以为就你懂得 提升实力的秘法 今日 定要将你彻底废掉 小杂种 第559章 谢第八列 场中 白城那猛然间 变得极其血红的脸庞 也是引起了看台上众人的注意 当下一道道目光 都是变得惊恶 窃窃私语 也是随之响起 萧炎眉头微微皱了皱 他能够高手到白城那 突然间 变得强横许多的气势 而且翻腾在其身体上的斗气 明显也是在这一刻 变得强猛了一倍之多 秘法 没想到这家伙也有休息 不过这增幅比起天火三玄变 却是差了好多 看这般斗气强度 似乎也是仅仅只能提升一新的实力吧 并且看其脸色 明显是催动血液沸腾而掌动的力量 这般做法 可是秘法之中较低的一种了 萧炎低声难难道 一般来说 秘法之中也有高低之分 类似它这种激发一火能量 而增加几身实力 能算得上成 而类似白城这种催动血液 而介于力量 却是落了下成 甚至 一些稍微狠毒的秘法 还会对使用者 留下难以抹出的伤害 不过 不管是上成还是下成 秘法始终都是极为稀罕之物 在关键时刻 它能够起到决定性般的作用 更甚者 还能主宰一场战斗的胜负之分 脸色血气翻腾 片刻后 白城缓缓抬起 那对被血气笼罩的眼睛 阴森森地盯着对面的萧炎 手掌紧握长枪 掺杂了些许血色的淡黄色斗气 顺着手臂蔓延而下 将整个长枪都是包裹其中 一丝丝血色能量 在其上游走不定 宛如一条条极为细小的血蛇一般 长枪上台 摇摇指向对面的萧炎 感受着体内流转不停的雄魂能量 白城嘴角不由地裂起一抹猙獰笑容 笑声沙哑 如同刀剑划过玻璃般 令人耳膜刺痛 被白城长枪锁定 萧炎眉头不着痕迹地皱了皱 身为当事人 他能最清楚地感觉到 前者此刻与先前的不同 这种秘法 似乎还是有些可取之处 心头闪过一道念头 萧炎那紧紧盯着白城的眼瞳猛然一缩 脚掌下银色光芒急速闪现 而随着萧光闪掠 萧炎的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 就在萧炎身形消失的刹那 一道被血黄光芒所包裹的人影 犹如鬼魅般的闪掠而至 血色长枪如同一抹血红闪电 无声无息地出现 最后猛然洞穿萧炎现在 所站立之地的一块地板 场中突然间爆发的战斗 仅仅是发生在电光石火间 除了少数人之外 其余的大部分 都是只能看见场中一闪便是的人影 最后便是骤然出现的血红长枪 好快 看台上 不少人都是在此刻咽了口唾沫 惊异地喃喃道 他们清楚 先前白城那道宛如鬼魅般的攻击 换作他们面对的话 恐怕只有在身体被长枪洞穿之后 方才能够察觉到吧 血色长枪所落地十米之外 萧炎身形浮现 脸旁略带着一分惊异地望着那 手持血红长枪 出现在自己先前所停留之地的白城 在使用出那种秘法之后 它似乎不仅实力提升了许多 甚至是连速度都是随之暴涨 先前的那一击 若非自己是有着三千雷动这般身法斗技的话 想要躲避 绝不会如此轻松 砰 一击落空 白城阴冷地抬起眼来 望着不远处的萧炎 手臂猛地一抖 顿时长枪以一个极快的速度震动而起 枪尖一挑 那被冻穿的石板便是脱离前置 带着些许碎石 对着萧炎旋转着暴射而去 眼眸微眯 萧炎后退一小步 手中重齿高举过头 旋即立劈而下 一道无形进风在池顶成形 瞬间后 离齿而出 将那块飞射而来的石板 轰击的四分五裂 淡灰的石灰粉 缓缓洒落 吃 石粉洒落间 一道血光猛然浮现 血色长枪在刹那间 舞动出朵朵血色枪花 每一道枪花 都是蕴含着灵力杀鸡 直指萧炎身体各处要害 感受着几乎遍及身体各处的灵力枪芒 萧炎脸色也是略微有些变化 手中重齿挥动轨迹再次一变 原本大力地劈砍 顿时化为一股源源不断的缠绵劲道 与那一朵朵枪芒重重接触 定 定 金铁声交响间 火花四箭 不过这一次 每当长枪与重齿接触时 萧炎脚步便是会急速后退 并且随着其脚掌的落下 坚硬的地板上 也是蔓延开丝丝细小裂缝 碰 又一次枪齿交锋 萧炎脚掌猛然狠狠跺下 落脚处 地板彻底崩裂 重齿之上 一道青色火焰闪腾而上 最后被虫齿所携带 夹杂着萧炎全力一击 重重地对着面前 铺天盖地的血色枪芒爆砸而去 吃 吃 这一次的碰撞 萧炎终于未在背井气震的后退 那屡青色火焰 犹如一头饕餐般 凡是与之接触的血色枪芒 都是会在寝客间被吞噬殆尽 在青色火焰的协助之下 重齿几乎是摧枯拉朽一般地 摧毁了面前铺天盖地的血色枪芒 而随着血色枪芒被破 那隐藏在其后的一道身影 顿时便是出现在了消炎目光之中 四目在能量烟灭间对视 皆是蕴含着冰冷与杀意 血地八炼 阴森的喝声 猛然自白成喉咙中传出 而随着其声音的落下 那张原本被血色所充斥的脸庞 刹那间便是变得苍白了起来 不过 其手中长枪却是在此刻 彻彻底底地转化成一柄 被浓郁血色能量所包裹的血枪 一丝丝血腥味道 从枪身之上蔓延而出 令蚊者作呕 长枪之上 血红光芒在此刻内敛的可怕 阴沉血腥将之渲染得 如同血液凝固而成一般 手臂猛然颤抖 最后 枪间之处 血红光芒在看台上 无数道震撼目光中暴涌而出 八道足有半张巨大的血色光弧 各自以一个极为奇异的路线的暴射而出 若是仔细看的话 则是会发现 这八道血色光弧 竟然是正好隐隐构建成一个牢笼形态 将被攻击者的退路 尽数包裹 八道血色光弧 带着呼啸风升华过场地 沿途锁过之处 坚硬地板上 直接出现了八道持续宽敞的深深沟壑 碎石四射 灰尘弥漫 原本整洁的站台 在此刻被破坏的一片狼藉 灰尘不断地生腾 仅仅眨眼时间 便是将硝烟所在的方位彻底包裹 而那八道血色光弧 也几乎是在同时 带着凌厉的杀意 狠狠地暴射进其中 哄 八道血弧 射进硝烟所在的地索 顿时间 宛如惊雷般的炸声 在场地中轰然响彻而起 无数碎石从灰尘中暴射而出 建设到四周的看台上 引起一片混乱 血弧的攻势极为强悍 那份破坏力 也是令得人极为惊讶 这等攻势 就算是普通的七星斗灵 抵挡起来 怕也是有些棘手吧 没想到 在使用了秘法之后 白城的攻击力 竟然能够强悍到这般地步 高台上 一道道目光 皆是带着几分讶异地望着场中 那声势惊人的八道血色光弧 这种强度的攻击 就算是他们之中的一些人 怕也是有些难以应付 白城的血地八裂 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看来那家伙是要倒霉了 高台一触 一脸阴柔的姚胜 撇着场中的血色光弧 冷笑道 最好当场被杀 一旁的柳飞 脸颊上也是浮现一抹幸灾乐祸 颇有些恶毒的诅咒道 柳青眉头皱了皱 目光紧紧地盯着那被灰尘弥漫的场中 片刻后 却是摇了摇头 淡淡地道 你们太小看消炎了 不知为何 我总是感觉他有种难以琢磨的感觉 这次的大赛 我的对手除了灵修衙之外 恐怕 还会多个萧炎 旁边两人闻言 顿时一脸愕然 他们没想到 柳青对萧炎的评价 竟然如此之高 柳飞嘟囔了几句 很是不愿自己讨厌的人 被柳青如此看重 可因为后者的威望 倒是不敢质疑她的话 只得在心中不断地诅咒着萧炎 被打败打残 似乎没反应 难道 颜昊皱了皱眉头 目光紧盯着萧炎所在的灰尘地带 那八道血狐攻击 的确极为强横 若是一个不慎 萧炎说不定还真会被重伤 韩月握着栏杆的先手 微微紧了紧 美眸眨也不眨地停在场地中 施展出血地八裂的白城 几乎已经是强弩之末 若是萧炎能够抗下这波攻击 那么胜利绝对会属于她 但若是不能的话 林修衙眼眸虚眯 片刻后 却是突然一笑 轻声道 这个家伙 果然底牌不少啊 随着林修衙的话语落下 场中弥漫的灰尘 终于是逐渐淡去 最后 在无数刀目光的注视下 灰尘中隐隐地显出了一道人影 白城手持长枪站立原地 脸色惨白如白纸 她的秘法 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其他 都是比不上萧炎的天火三旋变 所以 在施展出最强的斗技之后 她是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此刻 她也只能祈祷 自己的攻击 能够将萧炎彻底击败 不过 她的愿望 在灰尘中隐隐出现的人影时 终于是轰然破裂 特别是当那道人影 还踏着低沉着步伐声 缓步走出时 其心也是越来越沉 一抹绝望浮现脸庞 在看台上 无数目光注视下 人影缓步踏出灰尘弥漫区 顿时 整个广场的温度 都是在此刻变得炽热了起来 而当众人瞧得出现的人影 那副奇异模样时 一抹惊愕也是随之扶上 第五百六十章 轻火盔甲 灰尘弥漫之中 一道人影缓步走出 显眼的青色火焰率先出现 异样的炽热 笼罩着广场 出现的人影 几乎全身都被包裹在青色火焰之中 仔细看去 甚至连其中人影的确切脸庞 都是看之不清 不过看那模糊体型 依然能够分辨出 火焰之中 便是消炎 此时的青色火焰 比以往消炎施展的任何一次 都要浓厚与凶猛 火焰翻腾 若是眼神毒辣之辈 则是能够发现 此时的青色火焰 似乎在消炎身体上 凝结出了一套 极为坚固的青色火焰盔甲一般 任何攻击 似乎都是将会在那 极为炽热的高温下 化为无形 火焰盔甲巨人 踏着低沉的步伐 缓缓走出弥漫的灰尘 空间都是顺着 其步伐的移动 而逐渐变得扭曲起来 望着那出现在视线之中的 青火盔甲巨人 满场寂静 虽然并不清楚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此时消炎的气势 可比先前强上了不少 而且 即使是相隔甚远 可看台上的众人 依然是感觉到 一股热浪席卷而来 难以想象 若是与那火焰正面相碰 将会面临何等炽热的高温 这就是这个小家伙的一伙吗 裁判席上 苏谦苍老的眼睛中 光芒闪烁 半晌后 方才惊诧地喃喃道 不过没想到 凭他这般年龄 居然便是能够 把一伙操控到 这般纯熟地步 当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啊 一伙虽然罕见 不过以苏谦的见识阅历 自然是对他颇为了解 因此 他也是极为清楚 一伙是何等的霸道不驯 想要将之驯服 几乎难如登天 并且 就算驯服之后 想将之控制的如臂指挥 那也是一件极为困难之事 甚至一个弄不好 还会被反噬 而消炎此时所施展出来的火焰 明显是将火焰压缩到一个极致 最后将之由火焰 压缩成实质盔甲之状 这种方式 可是对操控力 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 他没想到 以消炎这种年龄 居然便是能够办到这种事情 苏谦也曾经结交过不少炼药师 但是这些炼药术 皆是不凡的人 虽说他们所使用的火焰 也都是来历颇为不凡 但与真正的异火比起来 却是差了许多 并且 在火焰的操控程度上 也并未超过消炎多少 要知道 异火的操控 可比其他火焰 要难以十倍以上呢 更何况那些人 大多都是在大陆 颇有名气的炼药大师 而消炎 虽然天赋不错 可此时 却还不过只是寻常的 无名小子而已 火焰凝甲 这在炼药系 那独特的控火之际中 也是能够算作 颇为高深的控火方式 这东西 对于火焰操控的苛刻程度 足以令得大多数炼药师 望尘莫及 当然 这火焰凝甲 也并不是什么 消炎突然灵光乍现 领悟而出 这只是一个 颇为简单的道理 和大斗师的 斗气铠甲一般 只不过 这火焰凝聚出来的盔甲 其坚固程度 大多都是取决于 施展者对火焰的操纵力 以及火焰本源的强度而已 操纵力 这对消炎来说 因为有着连要老都惊叹的 强横灵魂力量的缘故 自然不成问题 而火焰本源嘛 还能有什么火焰 比一火更加凶悍 因此 这由清廉的星火凝固 而成的火焰盔甲的防御力 恐怕会达到一个 颇为恐怖的地步 高台上 林修衙 柳琴等人皆是满脸惊恶地 望着场中的 轻火盔甲巨人 在这一刻 即使是以他们两人的实力 都是感到有些棘手 那覆盖在盔甲之上的轻火 无疑是一种极为恐怖的火焰 虽然未曾亲自接触 可他们依然能够感应到 若是被这东西沾上 恐怕将会有着巨大的麻烦 既然不能与之接触 仅仅是施展斗气攻击的话 怕对于这犹如乌龟壳一般的盔甲 也是难以取得多大的效果吧 这从刚才白城施展出 如此强横的泄地巴裂 都未能使得盔甲出现多大损伤上 便是能够瞧出 这东西 有着令人目瞪口呆的防御力 毫不客气地说 如今有了这个技不能直接碰触 防御力又恐怖的轻火盔甲之后 萧妍的战力 立刻飙升了不首 因为 面对着这种坚固防御 就是柳琴等人 也是短时间内 想不出应付之法 在满场陷入寂静时 场中的轻火盔甲巨人 却是忽然微微一颤 旋即火焰缓缓缓地收敛而尽 而那隐藏在火焰之下的青色盔甲 也是急速变得淡化 片刻之后 便是完全消失 而其中的萧妍 也是再度出现在了众人视线之中 此时的萧妍 衣衫略有些破烂 脸庞也是一片苍白 不过那漆黑毛子中 却是布满着难以掩饰的惊喜 先前仅仅只是随意而为 没想到他竟然 还真的能够将青莲的星火 压缩成盔甲形式 并且 这青火盔甲的防御力 也是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 这东西 对于他来说 几乎是有种绝对防御的特效 只不过 这凝聚火焰盔甲 对于斗气 以及灵魂力量的消耗 却并非是一个小数目 以消炎如今的实力 尚且还仅仅只能坚持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从此可知 这火焰盔甲 简直就是一个 吞噬斗气 与灵魂力量的无底洞 不过总算是意外之喜 关键时刻 应该能取到保命的奇效 苍白的脸色 略微浮现一抹满足笑意 消炎缓缓抬起头来 望着对面手持长枪 一脸惨白的白橙 笑容逐渐变冷 手中玄重池猛然紧握 先前的那一击 他能够确切地感受到 对方是在真正的下杀手 虽说就算凝聚不出火焰盔甲 他也能在最后一刻 施展三千雷洞躲避攻击 但这家伙的杀心 却是令得消炎 脸色彻底地阴冷了下来 四也是察觉到了 消炎脸庞上阴冷 白橙嘴角抽出了几下 调动着体内为数不多的斗气 一对目光 依然恶毒而狠了 消炎体内斗气 顺着功法路线急速运转 然后源源不断地吸纳着周围 天地间的能量 如今焚绝虽然仅仅只是玄机终极 但是那对能量的吸纳 乃至斗气的造成速度 就是连玄阶高级的功法 也是要插之一筹 而且在配合着青莲地心火的提炼 消炎体内斗气的回复速度 同阶别之中 若不是差距太大的缘故 恐怕无人能在这点上比上它 随着两人的再度对视 场中气氛再度变得紧绷 以及剑拔弩张起来 好 滴滴的吼声 从白橙喉咙中传出 眼睛之中血红残留 手掌紧握长枪 瞬间后 身体微微前倾 手掌猛然狠狠 砸在枪柄之上 顿时 血色长枪 如同夕阳下的一道血盲 滑破空间 带着尖锐的破风声响 直接对着消炎脑袋暴射而去 血色长枪 在漆黑眼瞳之中急速放大 而就在其即将进入消炎周身 十米范围时 后者猛的一朵地面 顿时 一朵颜色颇为深沉的青色火焰 从其指尖暴射而出 轻火速度并不快 不过其威力 却是让人一脸惊骇 血色枪间刚刚与之对碰 化为铁水 痴痴地掉落下地 将地板上留下一个个的细小凹槽 枪间化为铁水 紧接着是枪杆 最后是枪柄 于是 一柄金刚所制的长枪 便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一朵不太起眼的青色火焰 焚烧成了一滩铁水 这一幕 令得不少人遍体生寒 这若是被人撞上去 岂不是连灰烬都不会留下了 呆滞地望着那距离消炎脸庞 仅仅只有不到三米距离时 便是彻底化为铁水的长枪 白城身形顿时有些摇摇欲坠了起来 所有手段都已经施展殆尽 可对面那个混蛋 却依然未倒下 眼睛死死地盯着消炎 当白城突然发现 后者眼神阴寒如冰 并且杀意满意时 浑身皮肤忽然泛起细小的小点 一股恐惧 再度从内心深处蔓延而出 这个混蛋想杀我 心中闪过一道惊骇的念头 白城急忙就欲举手 大声呼喊认输 然而 就在其手臂微微有所动作的刹那 消炎脚掌轻轻一跺 低沉的雷鸣声在广场中响起 旋即 众人便是察觉到眼中银芒闪略 最后 一道黑色人影 便已出现在了白城面前 既然你想杀我 那么我也理上往来吧 望着那近在咫尺的恐惧面孔 消炎咧嘴一笑 一抹猙獰 倒射在白城那眼瞳之中 宛如恶魔 身形骤然停滞 消炎整个身体都是离地半寸 身体在半空中呈旋转之势 五指紧握 借助着身体旋转之力 带着低沉的音爆之声 猛然轰出 巴吉巴 阴冷的鹤声 令得白城身体瞬间僵硬 眼瞳之中 被凶悍无匹静气所包裹的拳头 急速放大 碰 低沉的闷声 陡然响起 满场观看者 望着那如同沙包一般 在坚硬的地板上 搓出一道长达几十米的浅浅痕迹 最后直接搓出战场 装在一处墙壁上 一群姿势的黑袍青年 一股寒意 不由地从骨子里渗透出来